对复杂度比较高 所以我是直接来看 因为其实他其实 他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地方 反正不外乎就输入身高输入体重 他帮我把这两个给print出来 所以执行一下 第一个 比如说他根据他题目要求 他这边当然有demo 我们就按照demo的 176 Enter 80 Enter 如果得到的跟这边看到的是一样 那表示这个地方应该已经越来越多 只是说不确定不定数的意思说 你要不断输入 直到输入-999就停下来 所以第2个再输入170 然后Enter100 再Enter 得到的是不是跟下面这个结果一样 没错一样 最后再输入 因为这个回圈还在继续 -9999 Enter 那你要看到这个应该停止下来 怎么知道停止下来 其实各位可以看上方 上方的话如果 它还是红色的 表示这个程式还在回圈里面 如果你把它按Enter 它应该会terminate 就停掉了 所以你会发现 上面的红色部分 就 消失了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进到一个无穷回圈 你要手动把它停掉的话 上面不是有红色这个停止 terminate 你可以把它强制停下来 OK如果你不小心写了一个那个无穷回圈的话 可以用这个方法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主要的网 所以这个逻辑是这样子 那我们当然第一个 必须给它什么呢 输入资料的地方 而且要不断回圈所以一定画有一帽号 那画有一帽号之后的话 身高我把它放H 体重把它放W 然后呢 BMI结果怎么样 当然呢 我们前面讲过嘛 BMI就是 体重 除以 身高的平方 那身高的话呢 必须用米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必须除以100 因为它是公分 的平方乘乘2 得到BMI 那并且取到小数点的第2位 第2位前面讲过了 然后再判断说呢 它的BMI 在哪一个range底下 所以哪个range 这个当然 题目里面有啦 所以 你其实只要按照这个range 比如说BMI 小于 18.5的话 那它怎么 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这个 那就把这个给写出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个前面有写过类似的 那我们大概来看一下程式 首先第1个 我写的程式第1个 画一帽 反正不确定 你什么时候停下来 那当什么时候停下来呢 先帮我输入身高 就放在H 那如果你的身高H里面呢 等于什么 负999的话 冒号 那就break 意思是说 如果你身高 是负99 那就 停 break 第2的话呢 就是体重 体重一样 也是如果你是负99 也是 break掉 所以我们有身高有体重 再来计算BMI 那BMI就是身高 除以 体重除以身高 再除以100 就是变成公尺 乘乘2 就是它的BMI了 那接下来就是什么 义负 BMI 小于 这个地方 小于 就是 把 这边的逻辑 把它转成 到这边 就OK了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就是一个转换的关系 把它转成到这边 诶 那只是说呢 里面的这个文字部分 里面这个文字 我是把它放在一个S的字串里面 那放在这个S字串里面的好处就是将来可以串接 所以底下的话呢 那我就怎么样 让它 直接就是 串接完之后 最后的话输出什么 BMI 所以底下 最关键的地方在这里就是 BMI 冒号 后面一个空格 然后呢 取到小数点的第 二位 所以记得大瓜胡 然后呢 冒号点2F 接下来特别说 这边换行 换到下一列 所以这边反斜线N 这个前面有讲过 OK 所以我们这边的话记得就是 如果要输出底下的部分的话 BMI 冒号 有了 然后呢 空一格这边 这一格一定要 空 如果没空的话 那会出现错误 再来的话呢 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换行 再一个State 冒号后面的话呢 就加上一个 空白 然后呢里面的话就把什么 把资料放过来 放什么资料呢 就放这个S 这样的话呢 就 大功告成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这一题 基本上 大家考试说 会有题本 但是没有答案 所以你要怎么样 看到题本 你就要知道怎么样把这个答案给写出来 OK 所以 这边这个东西有 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给转换成这个 那 将来底下这个 这个 这一串有 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 把这一串 这一串 这两个黑色字 转成这个 FORMAT的对应 可能比较会有问题的应该是 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后面有个反斜线N 然后呢 再把 后面这个S给串在下面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试看 那个406 BMI 的这个部分 那这一题 有点类似前面的做法 只是说又 加上这个 画我一帽 当它-999 的时候呢 就离开 这个回圈 这个是406的 不定数 回圈计算 好